为在植物北的亚太美国学校 在校内成立艺术空间 对外展出学生的艺术创作 在开幕典礼上 邀请公益平台基金会董事长严长寿 新主县长杨文科 为校内的艺空间开幕致辞 今天你在那边看到的很多摄影作品 或是各种动漫什么的 其实他们并不是一个纯粹只是会画的人 而是他们要去设计 他们有一个story behind 他怎么去设计 他今天这样东西的呈现 那在这中间设计思维也带进来以后 我们就越越觉得跨领域学习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你已经不是单一单学科的学习 所以你可以看到里面产品设计或是工业设计 你要把programming coding带进来 然后你做动画 你要把digital的application带进来 所以我们就开始了一个 所谓interdisciplinary跨领域的学习 在高中 这么广开了140门课 让孩子可以在自己有兴趣的学科里头 自己去找他怎么去跨音乐学习 公益平台基金会董事长也常售鼓励孩子学习生活的能力 音乐舞蹈绘画不仅是艺术的表现 而是厚实心灵的能力 这次疫情大家就知道突然间被封锁住的时候 很多的人无法对外宣泄他自己的感觉 因为他就被锁住了 可是如果这个孩子在学校的时候懂得音乐 舞蹈戏剧美术文学体育懂得生活 那么他就觉得他有那个时间可以让自己 从这些里面得到自己的养分 让自己厚实自己的生命的感受 获得录取科博联盟学院建筑系的蒋成军同学 在三个星期里要把六件作品以及数篇的作文完成 在学习中不只是绘画 还要在生活中获得灵感在作品中表达出来 虽然我跟我两个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做 那虽然他们没有被入选 可是我觉得当我们在这个环境里 大家就是一起把那个申请的那个的过程 就是因为他只给我们三个礼拜 然后我们要把六个作品跟好几篇就是作文都要写出来 然后寄给他们 那我觉得对虽然就是他们可能没有进 那我很幸运的有 可是我还是觉得就是我们学到最多 还是是做这个申请这个学校的过程 所以我对那个部分是蛮害羞 亚太美国学校校长朱家明也说到 异空间虽然是艺术教育场域的一部分 但最重要的意义是亚太美国学校 大步跨出成立设计与文创中心的一个重要起步 凯博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